作为一个企业工作者 要做好自己的企业 让它永远更好的发展下去的话 它应该是有一个坚定的目标 然后应该坚忍不拔地去实现 当然从事它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它要能够带领很多的人等等 你要是作为整个商界来说 这是作为一个企业个人 作为一个希望能够被商界所承认的人 确实还要考虑到在整个商界里边 应该起到的一些好的作用 比如诚信 道德规范 对和谐社会的贡献 对环保的贡献等等 我想这个都应该能够做好样子 做好人 我觉得金融危机给大家带来最大的教训 就是企业经营第一是安全 第二才是发展速度和效益 就是这高度杠杆化的 或者高度虚拟化的东西都要注意 很多优秀的公司都垮掉 158年来不死鸟没万的倒 所以说我觉得金融危机给大家带来最大启示 就是企业运营安全点 香港我觉得它自身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又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它本身有金融平台优势 可以在融资方面 在向中国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方面 在向中国企业提供国际化人才方面 在向中国企业提供对国外的法律法规 理解和认识方面的经验 我的印象当中香港企业是非常有不齐化的 现代化的 而且很多都有特色和规模 像李嘉诚 恒隆基拉等等 不光是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 也是全球企业的现金开幕 同时在中国内地的投资有非常的多 无论是高科技领域还是城市建设等等 都有他们的足迹了 我期待中国企业家年会香港论坛 真正成为内地企业家和香港企业家 一次共同的思想盛宴 大家通过在论坛上这样的交流 能够促进未来实质性的一个合作 其实我觉得我们真正是思想相同的 也真正是意识相同的 两地的企业家 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企业家论坛 可以互相了解 形成共识 未来在香港和中国的企业家 共同发展的路上能够彼此携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